李小龙先生离世多年,不过他的电影作品一直影响着整个华语电影圈。 最近有消息传出,李小龙生前的电影作品《龙争虎斗》即将有望翻拍。 很多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,特别是有看过李小龙电影作品的网友, 都觉得李小龙作为华语武打巨星,乃至在国际上都享有非常高的声誉。 他的作品这么多年,来从没有人进行认真的翻拍,这次如果真的有导演翻拍,估计播出后会掀起巨大的反响。 电影《龙争虎斗》这部电影作品是李小龙先生的一作,在这部电影还没上映的前几天,就传来李小龙先生已离世的消息。 很多当时的影迷都是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,走进电影院去观看。 而当时在电影中饰演反派的香港女星世间先生也在几年前离世,当时处于他演艺生涯的巅峰。 虽然他在这部片《幻影坏人出名》,但演技可以说是大反派代表。 很多国外媒体评价李小龙先生是改变外国人,对中国男人看法的一个重要人物,他拍摄的《龙争虎斗》,被誉为影响电影历史最重要的影片之一。 当时《龙争虎斗》这部电影还是由国外的导演来指导的。 里面有不少李小龙先生与国外武处人员对打的精彩场面,可以说非常激动人心。 据说翻拍《龙争虎斗》的导演是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大卫雷奇指导,关注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的观众,网友都知道,这个著名的导演有指导过电影《死事2》,不过如今只是消息传出。